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我们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了解所谓的国际政治就是强权所决定的博弈政治 这里头可能有正义 可能没有正义 可能有越略的是非 但未必有真正的是非 强权说了算 而且在强权博弈之下决定了一切 从当时1945年开始 主要的强权对抗是美苏 从2008年开始 主要的强权对抗是美国和中国 从那个时刻开始 欧巴马政府时代的围堵中国 到川普时代的贸易战 科技冷战 本周外界一直关切的 美中会不会走向冷战阶段 正式出现 拉开了训幕 但它并不是美苏当时全面性的 甚至可能毁灭全球的美苏冷战 人们称之为美中冷战1.50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周 总共拉开了好几个最重要的序幕 刚开始呢 我们以前所熟悉的是美中贸易战 美中科技冷战 这是因为这次COVID-19新冠病毒的关系 川普开始全面的攻击中国大陆 而在本周刚好上演了 在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 美国总统必须要在这件事情里头 对于他的疫情的问题 给予老百姓一定的解释 也在这个时刻 中国大陆召开了两会 中国大陆的领导者也要给他的内部民众 一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所以5月28号的时候 两会通过了我们称之为香港版的新国安法 而接着是加拿大在5月27号的时候 关于华为公主孟晚舟的审理事件 决定受理继续审理 我们可以说 整个美国和中国之间 掀开冷战的序幕 在本周全面的开大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 川普针对美中贸易问题发难 尽管因北韩核岛问题 川普有求于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 让美中有短暂的蜜月期 但美朝关系步入正轨后 川普启动对华301报复法案 祭出关税手段 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 同时一场科技冷战也悄然登场 先是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 在2018年4月遭全面禁运 隔年 川普宣布通讯产业进入紧急状态 把华为与70家附属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施禁运 此外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也遭美方以违反伊朗制裁 在温哥华遭加拿大警方逮捕 本周 加拿大法院正式宣判 孟晚舟罪名符合双重犯罪的国际法律 清除了引渡她到美国的障碍 而历经23个月13轮的谈判 美中在今年初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在让美中关系陷入混沌 华府当局为甩锅美国疫情的责任 抨击大陆满保疫情 并在病毒溯源问题上 直指来自武汉病毒所 进入美国大选年 川普对华愈罚强热 这个月在限缩韩美成分 勒令使用美国技术的全球半导体制造商 没有事先获得许可 不得向华为发货 全面掌握了华为晶片供应链的生杀大权 而川普扬言的美中经济脱钩论 并非这一波美中恶斗的最高潮 延后召开的大陆全国两会 宣布审议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定 让美中冲突更加恶化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ised Great Britain back in 1984 with the Sino-British declaration that Hong Kong would have a degree of autonomy and would maintain their way of life through 2047 so now 27 years before that deadline it looks like with this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y're going to basically take over Hong Kong and if they do under the 1992 Hong Kong Policy Act and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Secretary Pompeo would likely be unable to certify that Hong Kong maintain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if that happens there will be sanctions that will be imposed on Hong Kong and China it's hard to see how Hong Kong could remain the Asian Financial Center that it's become if China takes over 大陸兩會召開同時 華府高層頻頻放話 以制裁要脅北京 宣愛勒馬 但眾所周知 排上的議程就板上釘釘 兩會期間 關於涉港國安立法的決定 大陸更加大統一思想工作 無論人大或政協的團組會議上 無不對此表達堅決用戶 從非法戰中到修例風波 近年來 香港陷入持續動盪撕裂的泥潭 社會失序 經濟衰退 法治弱化 離心倾向加劇 而過去一周以來 大陸官媒也持續向外說明 為何一定要立香港國安法 人們不禁會問 分裂國家何以大行其道 顛覆政權何以明目張膽 暴控活動何以逍遙法外 外部插手何以肆無忌憚 表決全國安人員代表大會 關於簡力檢測香港特別行政局 恢復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體制度的決定 請按解決器 贊成2878票 毫無意外 人大閉幕時尚 針對社長國安立法的決定 一面倒的通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正式向國會提交延遲兩個多月的香港評估報告 認定香港不再擁有高度自治 因此不足以享有美國的特殊待遇 曾是香港中祖國的英國率先反映 首相強深批准一向行政 將香港回歸時給30多萬港人的英國海外護照 在英居留權從6個月延長到一年 並允許在英國工作和就學 似乎是準備接收政治難題 而相較於英美強勢回應 歐盟的表態 姍姍來遲 在結束歐盟外長會後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柏雷爾有難言之隱 雖然也抨擊了北京 但歐盟多國特別是東歐與大陸經貿關係緊密 在香港問題上歐盟難以協調一致 而這也反映在美國採取的反制措施上 事實上北京突襲式的處理香港國安問題 確實讓華府有些措手不及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就指出 美方已陷入兩難的困境 因為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傷害的只是香港人 還有美國在港的龐大商業與政治利益 以2018年的數字看 美國是香港第二大出口地 約400億美金 其中九成以上是轉口貿易 一旦美國取消獨立關稅區 香港的轉口貿易優勢不在 此外香港本土僅存的工業 將遭嚴重打擊 連鎖反應將波及香港 最重要的金融行業 然而商敵1000自損800 美國在港直接投資的金融與貿易 高達3000多億美金也將受損 川普總統中正需要 但也有分析指出 美国以对华展开冷战 寻求与大陆脱钩 不能低估华府落实极端手段的可能性 而川普也确实准备这么干了 他还同场加印 再度抨击大陆瞒报新冠疫情 并正式宣布与世卫组织断绝关系 更加码美中脱钩的措施 准备驱逐有解放军背景的大陆留学生 还下令重新检讨入资在美上市政策 而北京也在预作准备 近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幅周边 创12年以来新低 以来是提前应对可能再升温的贸易冲突 也显示香港离岸市场的入资涌入 力称国安立法造成外资撤离的出击 此外 债美上市的网易和京东 以货批在香港第二赏市 为债美上市的入企回家 拉开许幕 闭幕 而大陆全国人大通过决定后 人大常委会将正式启动香港国安立法 外界预计最快8月出台并实施 美国对华从贸易 科技 金融到经济脱钩 逐步扩大 双方对阵的政策选择已非理性考量 在美中新冷战下 香港或许成为第一个被集成的地方 而美国内部对于香港问题 已经来不及关注 因为美国爆发了全美国的抗议示威 甚至 Minneapolis已经宣布了 宵禁进入了紧急状态 事发的原因又是 美国在Minnesota州 有一位非裔的驾驶 他的全名叫George Floyd 这位长期被认为 很可能白人警察对于黑人 也就是非洲后裔的一些美国公民 执法过当的事情再度在美国爆发 他用膝盖顶住他的颈部 在光天化之下 他窒息而死 引起了全美国各地的 第一个反对警察暴力 反对种族歧视 反对执法过当 全美国的串联抗争 以 Minneapolis当地 一连就爆发了三天三夜 没有办法停止的示威冲突 民众包围了警察局 与警方对峙 当然也有人趁国打劫 趁着城市暴乱的时候 打家结社 有一个人不幸 在一处当铺的时候被杀 市长已经要求国民兵进驻 州长也宣布 Minneapolis进入了紧急状态 这件事情成为美国的焦点 所以香港的问题 大家讨论的相当的少 我们回头来来看一下 这一次两会 以及特别是人大 为什么最终通过了港版 对于这一次通过了国安法 香港的国安法 在通过香港国安法以后 我前面一开始告诉大家 所有的国际政治 有的时候有正义 有的时候毫无正义 有时候有是非 有的时候没有是非 有的时候重重的谴责 轻轻的放下 目前为止 美国宣布了取消 对香港的自治知识 最强的动作 但是即使如此 华尔街的分析师都认为 它不是真正的贸易制裁 最终的结果 第一个 它可能没有对香港产生致命的影响 尤其是对中国大陆 而对香港 很可能使中国大陆资金 大幅进到香港的股市 之外 整个香港未来 很多企业的信心动摇 某个程度 它也很可能 按照美国商界的说法 它会让香港人民的失业率 跟香港的经济地位 都因此更加的下滑 它并没有对于香港 当地的自治权 美国的做法 欧盟的做法 英国的做法 英国过去是它的殖民地 可能都没有办法 真正的让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 改变它的想法 事实上也不可能 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里头 完全是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 在这次 整个面临COVID-19 中国内部其实也很痛苦 很不安 而且内部一定有反弹情绪的时候 香港变成了祭祺 因为疫情平静了一阵子的香港街头 再次成为警民冲突的烟宵战场 市民在周日发起反恶法大游行 并在周三再次发动三霸 也就是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活动 以抗议立法会就国歌法进行二读 香港警方出动了3500名港警 部署在立法会周边与交通主干道 以迅速果断执法 对付示威群众 28号周四一天就逮捕了396人 其中有180人是学生 80个人未成年 纽约时报报道说 去年的反修例示威 标志着香港数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但是这一次是香港人对执政的 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挑战 香港的冲突根源 就在北京这场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上 赞成2878票 反对一票 弃拳六票 宣读完毕 中国 2886名中国人大代表 以99.7%的赞成率 正式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 最快六月底通过法案 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直接在香港实施 这是管车罗斯党的十九节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和万山以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 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符合包括香港通报在内的 人大决定的岛屿提到 近年香港国家安全风险 凸显港独 分裂国家 暴力恐怖活动等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 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 可以容忍分裂国家的行为 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 可以容忍恐怖活动 这是不可想象的 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 决定一共有七条 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 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和活动 包括颠覆国家政权 分裂国家恐怖活动 以及外部势力干预 决定以明确规定 香港特区应当建立健全的 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 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 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 不但只是750万人的安全 也都是整个国家 14亿人民的安全 所以由国家层面中央来做 是理所当然 如果要反对 我们都只能够依法处理这些反对的违法的行为 并不会退缩 决定同时要求特首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 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并定期向中央报告 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在闭幕室后 与港区人大代表深谈了一小时 但是法力已绕过香港立法会的方式 直接放到基本法附件三 香港民主派及法律界担心 这种做法会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 2003年香港提出23条立法 触发大型示威 港府最后撤回 澳门方面就在2009年 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 完成牵制责任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有15条条文 列明何谓半国分裂国家等 也清楚列明不同刑罚 例如第二条有关分裂国家的部分 以暴力或其他严重非法手段 试图将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从国家主权分离 可被判处10年之25年徒刑 时任阿门特首何后华在立法前就严明 国安法针对的是犯罪行为 并不会削弱言论自由 与动辄上街抗议的香港相比 澳门已经被北京视为是一国两制的模范 因为除了国安法 澳门也在2019年1月立法通过国歌法 这是在中国率先实施的法律 北京随后要求港澳特区跟进 被视为是爱国教育的一部分 然而香港的立法工作 因去年反送中风波暂停 直到5月初 中联办强势介入 解决香港内务委员会的主席争议 终于在整大通过了港区国安法的同一天 完成了国歌法的二读 预计在6月4号完成三读 香港不再安全 不再安全和很危险 因为随时现在它已经是一国一制 工员会发起 支持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签名行动 请大家签名支持 你没有东西去制衡黑暴 你很难去继续香港繁明 澳门它有23条 其实黑社会都少了 你不可以说有23条就会令到没人投资 美国那些赌场全部去澳门投资 为什么呢?它稳定的嘛 不仅仅国安法的 你一整年你都看到了 它慢慢是欺制你香港的 很多各方面的自由 言论自由 什么自由都有的 我觉得没有的了 可以怎么办 香港好像越来越像大陆那样 很快连发表自己的 意见的自由都没有 台湾读书 因为台湾可能会自由一点 纽约时报分析说 就像在殖民统治时期一样 香港既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也无权充分影响政府的运作方式 承诺的政治改革从未成为现实 而作为自毛泽东以来 最专制的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对香港的动乱 一直持有一种不耐烦 和恼怒的态度 认为这是在直接挑战 共产党的主导地位和合法性 香港立法会 不愿根据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 颁布更严格的安全法 也被中国视为是国家安全的漏洞 不过香港民主派的忧心 由于示威活动经济陷入衰退的香港 如今人权 民主 自由 法治 都会被中国制定的国安法摧毁 繁华四景的国际金融中心 只怕再也回不来了 中国内部的权力分析来看 为什么是选择在这个十几点 通过港版的国安法 应该要通过的话 是去年反送中最严重的时刻 可是那个时刻看起来北京似乎是希望不要介入太多的角色 把他交给港府 顶多是权力的支持港府 以及谴责外国势力的介入 为什么是现在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头来看 1979年当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之后 其实内部的阻力非常大 之后爆发了一场中越战争 这场战争中国认为他胜利 越战也认为他越难认为他胜利 两边都认为他胜利 事实上双方都一无所获战争就结束了 他很大的目的就是转移中国内部当时改革开放的阻力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当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 用一场有限度的战争 常常试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是很多领导者选择的政治谋略 而这个时刻呢 中国大陆当然面临了COVID-19的问题 美国也面临了COVID-19 川普政府备受谴责 而且马上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就要到了 所以美国一定要对中国事情有所做法 可是他选的方法不是制裁中国 不是贸易制裁中国 也不是关税再提高制裁中国 而是针对香港取消它的自治地位 伤害的本身最多的 第一是香港 其次才是中国 而对中国内部来说 它当然会有内部的一个民族主义 美国与中国升高的地缘政治的紧张 当然会为现在的所有全世界增加了新的变数 也可以说增加了经济上后的风险 纽约时报的专栏说 除了失调的美国和强权的中国 世界上并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像德国总理梅克尔就说了一段话 这个时刻已经不是独善其身的民族国家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有未来的 走民族国家是没有未来 他的看法认为欧洲目前 应该要给予整体的欧盟是全部组合起来 而不是走回民族国家的老路 某个程度他这一句话在警告了 就是美中之间的冲突 欧盟不会完全站在美国那一方 让我们来看中国现在强硬派崛起的背景 这是2017年大陆动作明星吴京 自导自演的电影《战狼2》 延续战狼第一集的故事 是军中退伍的主角意外卷入非洲国家的内战 并参与解放军的撤缴任务 与叛军和西方雇佣兵缠斗的过程 在2017年强国梦的政治主权力下 这部电影在当年创下大陆最高票房 除了成立惯了民族主义 更延续第一集的战狼精神 但有中华者虽远必诛 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 这里是最美的地方 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 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 誓死捍卫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以军人的尊严宣誓 万国中华者虽远必诛 从战狼第一集的边境线 报告我们得到小体命令 开火 打到第二集的非洲海外折销战 虽然是娱乐效果十足的电影 却也隐含近年来大陆国家利益的改变 从根本的领土主权发展利益 到庞大的海外投资地缘战略 而这彻底改变了北京领导层的世界观 也主导大陆外交政策的转变 邓小平时代的对外战略 是众所周知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江泽民消归潮水 即便到了胡锦涛时代和平崛起 但当时官媒推出了纪录大片《大国崛起》 主旋律能强调避免大国冲突的修习抵得陷阱 然而这都成了过去式 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将大陆国家利益向外延展 与西方传统大国的地缘战略矛盾深 面对一切的抨击 大陆外交也不再韬光养晦 针锋相对已成了新常态 而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重要的转折 面对西方国家抨击隐瞒疫情 要求病毒所缘甚至索赔 大陆已不甘失落 纽约时报就分析 大陆以大外宣并利用西方的社群媒体 在疫情期间美化自身形象 外交体系更是人人成了战狼 针对外界对北京的种种质疑激烈辩护 而最典型的代表 是今年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在有超过600万粉丝的个人推特上说 病毒来自美国引发轩然打搏 这一 Fe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did pretty well lots of likes and lots of retweets His colleagues are making similarly inflammatory statements The Chinese Embassy in India described calls for China to pay coronavirus compensation as ridiculous and eyeball-catching nonsense China's ambassador in the Netherlands accused President Trump of being full of racism 而大陸駐英大使劉曉明更拋出戰狼外交的說法 但戰狼外交太過掌握 即便極左的環球時報也以色論還假 說搞戰狼外交的不是北京而是華府 大陸有理有利有節的反制比較像是功夫熊毛 中國的官員,包括很多的你的議員和議員 正在戰狼外交的說話和其他外交的相關 在一整個問題上,尤其是在網路上 但媒體這裡有掌握了這種所謂的狗狗狗 告訴世界,尤其美國人,得慣慣到它 所以是這種風格的暴力和激烈的方法 是新的規模為中國的掌握嗎? 是中國拒絕了唐光養揮嗎? 而这话题持续延烧到两会 大陆外长王毅 虽然驳斥了战狼外交的说法 但回应近来因疫情引发的外交冲突 能充满战狼的性格 王毅一直被视为大陆外交系统的歌派人物 2004年出任驻日大使 修复小泉纯一郎上任日向后 一直低迷了中日关系 最终促成温家宝访问日本 及安倍晋三访问北京 2008年王毅转换跑道 出任国台办主任 缔造了大陆官方认定的和平发展 且不可逆转的两岸关系 2013年回国外交部出任外长后 王毅屡屡奔波在各个重要国际场合 参与许多地缘政治的外交握旋 但即便西方认为 他是北京少数能对话的人物 在北京领导层的外交转向下 王毅对外态度与发言也越来越犀利 现在要警惕的是 美国一些政治势力 正在绑架中美关系 试图把中美关系 推向所谓的新冷战 整场记者会焦点能在美中关系上 针对病毒溯源索赔诉讼 王毅都强硬表态 虽然能强调不冲突不对唱 但也警告美国 不要低估大陆 维护主权领土与民族尊严的决心 路透在3月的报导就指出 大陆新一代鹰派外交官的出现 出自习近平的受益 他曾下令要求外交系统要有战斗精神 而美国进入大选年 两党较劲的内容包括谁比北京更为强硬 反华已成为华府跨党派的共识 纽约时报的评论就说 虽然北京能呼吁合作 但战狼外交硬碰硬 大陆以加强抗衡美国的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冠病毒各国正以不同的方式在逐步的解封 回到关于新冠病毒的议题里头 过去我们有一个想法 很可能到了夏天就像当年的SARS一样 因为炎热的夏天 它可能会消失 可是如果我们看印度最近的例子 情况并非如此 它显示出来的资料里头 它已经超越伊朗 成了全球前十名的国家 换句话说不要认为夏天 因为印度现在非常热 不要认为夏天这个疫情会缓解 这是一个错误的基本认知 它跟SARS不太相同 目前为止 印度国内最大的城市孟买 更是面临所有其他 我们看到之前好几个国家 病床公布应求 医疗人员短缺的一个现象 印度的病情 整个新冠病毒的病情 正在现在越演越烈 那以印度当地的公共卫生 贫民库的状况 它一旦超过一个传染的程度 它会快速快速增加 过去我们就看到 它13天之内增加了一倍 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 确诊人数超越17万人 其中五分之一就在孟买 印度公共医疗体系 长期因为资金不足 和设备落后饱受诟病 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 甚至出现两三名确诊病患 即在同一张病床的场景 没有病床 没有防护医 医护人员的处境可想而知 以现在的情况 你可能很难想象 孟买拥有印度最好的医疗设备 和最好的医生 依照印度政府公布的数据 孟买有70家公立医院 共20700张病床 另外在孟买还有1500所私人医院 共2万多个病床 不过从3月份 印度宣布全国封锁以来 所有的病人几乎都由公立医院扛下 政府迟迟不征召私人医院救灾 直到封锁两个月了 才终于开口 要私人医院协助 而这似乎有些迟了 印度总理莫迪在3月24号宣布全国封锁 当时印度仅1000多人确诊 27个人死亡 现在确诊人数超越17万 并且以每13天翻倍一次的速度增加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近5000人 不过这个数字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人数被严重低估 像是德里官方 5月23号公布的死亡人数为231人 但是当地火葬场早在5月17号 就火化了241名标注为新冠肺炎的遗体 尽管疫情未见缓和 印度政府已经决定放宽封锁措施 从5月25号起陆续恢复了国内航班 按照美国密西根大学穆赫吉教授的估算 到7月初 印度13亿人口当中 将会有63万至210万人受到感染 受影响最严重的当然是穷人 梦想制度梦买 有着地表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在这个面积不到4平方公里的地方 住了将近有100万人 人口密度是纽约曼哈顿的10倍 在这里50个人共用一间浴室 10到12个人同住在一间房 要保持社交距离 根本是天方夜谭 但是在这里的人 还能拿到政府派发的小麦或大米 印度有另一群人 比在贫民窟里面更加悲惨 for weeks now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insisted these people just don't exist Rahul and his family 这样赶路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因为政府的索国防疫措施 在印度各地 数百万民工失去了工作 被雇主扫地出门 他们每天收入平均四五块美金 即使交通工具 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而停驶 他们也没有钱买车票回家 只好背上所有行李 带着妻子孩子 不分昼夜的徒步走回去 已知至少有180人 在路途中死亡 有被车撞死的 还有饿死 累死的 这一幕让人回想起 1947年 印八分之十的难民潮 当时有1500万名流离失所的难民 也是这样 长途跋涉到巴基斯坦 灵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国最近正式的在通报 在COVID-19里头有好几个儿童 发生了一种特殊的疾病 这是两起儿童不明的严正一次的病例 有一点像以前好发性的 四岁以下的儿童一种疾病 叫做川奇病 美国的奇病管理中心 正式将这个病定名为叫做 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最主要它被攻击的是它的血管 血管遭到攻击 引起了发炎症状 患者在新冠病毒的检验里头 甚至有可能呈现的是阴性 而不是阳性 可是却带有抗体 所以是很奇怪的一个疾病 因此CDC推测 人体的过敏性的免疫反应 导致了这些儿童有了这些怪病 而很多幼儿 他们本身的免疫系统发育并不完全 所以我们过去认为只有最老的 大概60岁70岁80岁 这一类型的人是高风险的 其实幼儿也是高风险的群体 韩国复课计划进入第二阶段 小学一二年级 幼稚园学生还有国三生 从5月27号开始恢复到校上课 为了防疫 学校采取了各年级错开 隔周隔日上课 限制教室内人数等方式 降低校园群聚密度 但就在中小学生复课的前夕 韩国卫生单位通报了 两起儿童青少年多系统严症病例 引发关注 这种不明严症疾病 过去一个月在欧洲 美国及澳洲等国出现 而且疫情还在持续扩散 被怀疑只有可能 仍然与新冠病毒有关 而且已经出现死亡案例 皮膚的白白半战争 土淡和囊涼症疾病 囊涼症疾病症疾病 国内也尊重疾病症疾病 国内也尊重疾病症疾病症疾病 방역 당국이 이 질환의 国内 발병 여부에 대한 감시에 나선 지 하루 만입니다 疾病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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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 모두 서울 지역 의료기관에서 신고가 들어왔습니다 영유압뿐 아니라 10대와 20대에서도 사례가 확인되고 있습니다 이 질환의 원인은 아직 규명되지 않았지만 전문가들은 코로나19 감염에 의한 면역 부작용에 무게를 두고 있습니다 손 발이 빨갛게 부어있어요 이게 혈관을 침범해서 그래요 코로나19에 노출이 된 후 2주에서 4주 이후에 발생을 하는 거예요 과민학의 면역 반응이 생기면서 나타나는 게 아닌가 추정을 하고 있습니다 不同于已经广为周知 新冠肺炎常见的呼吸系統 증状 柳葉刀等医学雜誌指出 这个不明炎症疾病的临床病症是 連續高燒皮肤出现红疹 而血管发炎则表现在眼睛发红 舌头红肿嘴唇春裂等 与昊发于4岁以下 儿童的穿起病相似 这个不明炎症还会造成 心脏、肾脏等器官功能衰退 淋巴结肿大和剧烈腹痛等肠胃症状 这个部分则与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类似 英国是最早注意到 并且通报这个不明炎症疾病 开始流行的国家 肴体恨变化 肴体疗疾病 They can present with neurological problems 是 They can present with rashes Essentially 4月27号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发出全国预警 只从4月初开始 各个年龄段的儿童 突然出现多起不寻常的 多重炎症疾病 推断可能与新冠病毒有关 包括4月中旬 在伦敦南部出现了8起病例 患者都有持续发热 红疹 结膜炎和肠胃道症状 其中一名14岁的少年不幸死亡 而同一家医院 接收于20个不明炎症的患者当中 有一半被检测出 带有新冠病毒的抗体 紧接着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和荷兰 也都通报了类似病例 5月4号 纽约卫生署疾控部门 也发布了预警 只纽约和美国其他地区 都出现了与英国类似的儿童多重炎症疾病 美国CDC将它称之为 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医生网统症候群的患者并没有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 新冠病毒的检测 新冠病毒的检测也呈现阴性反应 但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患者身上却带有新冠病毒的抗体 婴儿专家们推测 这个新的未知疾病仍然与新冠病毒有关联 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并不是病毒入侵时人体的第一反应 而可能是患者于数周前曾经接触过感染源 之后引发了激烈的免疫系统反应 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 这也是导致儿童更容易发生多系统发炎症的关键 谢谢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周报亚洲版 待会回到欧洲版 我们来看欧洲解封之后 欧洲的疫情